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8月27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染香这个名字吗? 可能有好多人知道,应该也有好多人不知道 我之前呢,也不知道染香这个名字 我知道它呢,是在这个半年以来 经常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然后说呢,说你就这个那个吧 然后你肯定得成为第二个染香 后来呢,我就知道更多一点说染香呢 它是叫什么严小亮,对吧 是一个女的 染香呢,应该是它的一个笔名或者义名 应该叫笔名,不叫义名 义名是指那些演员 或者叫画面 因为它出好多的视频 它好像也是一个名人 是一个干什么呢,我还真是不是很清楚 有的时候呢,因为它这半年以来呀 它的名声真的是太大了 有的时候呢,伤在手就能看到一眼 它是一个大名人 它好像跟那些崔永元呀什么的那些人 都差不多 那它为什么说这半年以来名声大噪呢 是因为它的老公 它的老公呢,更少有人知道了 叫杨恒军 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消息 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他在记者会上确认了一个消息 说是8月23日的时候 中国国安逮捕了一个澳大利亚的间谍 叫杨军 本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吧 我就觉得,哎,怎么没听说呀 怎么刚刚逮捕的吗 结果一查呢,就有好多就出来说 杨恒军被确认逮捕 再查了一下呢 原来这个杨军和杨恒军是同一个人 他的这个笔名叫杨恒军 他的真名叫杨军 所以呢,中国公布的被逮捕的是杨军 没有人提杨恒军 那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最初呢,是到美国的一个交流学者 这个杨恒军呢,他今年53岁 跟我一样大 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访问学者 在做访问学者之前呢 他是在中国的外交部工作的 2000年的时候移民了澳大利亚 他是以什么中国公民社会政治发展为题的 一个博客的博主 有大量的读者 所以呢,他被定义为是一个作家 杨恒军就是他的笔名 然后杨军是他的真名 那在今年1月19号的时候呢 杨恒军就和他老婆 也就是染香 也就是严小亮 还有他们的女儿 在回中国的时候 在广州机场就被逮捕了 1月份的时候被逮捕了 那直到现在呢,有七个多月了 在这期间,他1月份被逮捕以后呢 他的妻子严小亮就在网上 据说是哭鼻子抹肋的 在网上求救 说救救他老公 我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为什么那些人 为什么他老公被中国抓了 然后海外民运这帮人这么恨 这个严小亮 就很奇怪 后来才知道呢 这个染香啊 他是一贯的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就是国外的那些反华的呢 管这样的 一律都叫做什么 舔中国共产党 就说的很难听,对吧 支持中国共产党 就叫舔中国共产党 那这个染香呢 他是支持的 他的支持呢 可能比我支持中国共产党呢 还要支持 我一度呢 也很奇怪 为什么像染香这么一个 这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这么正能量的 我也看了一些图片呀 简短的小视频呀 什么的 他确实是跟中国国内的一些 比较中国的大外宣吧 我不知道大外宣这个词是个贬义还是个保义啊 反正甭管在海外民运嘴里面是贬义还是保义 反正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保义 就是为中国做宣传的 在国内的那些为中国做宣传的呢 应该说那是他们的职业 比如说什么金灿荣啊 比如说那个金一南呢 比如说那个张维为教授啊 还有环球时报的那个主编 胡锡进呢 对吧 这些人呢 这都是他们的工作呀 他们的在国内 他们的工作就是宣传中国 宣传中国共产党 宣传中国政府 宣传整个中华民族 整个中国人民 对吧 他就不像我 我呢 那个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对吧 我就是一个个人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怎么认为的 我就怎么说 以前我那么认为 我就那么说 那我现在这么认为呢 我就这么说 这个染香啊 严小亮 我就不是很清楚 他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 他是跟我一样 是一个海外的自媒体 就是跟大家唠叨唠叨 自己的认识 还是说 他也跟那个什么 金灿荣啊 张维伟啊 还有胡锡进啊 跟他们这些一样 在国内呢 是干这个工作的 是以前干这个工作的 还继续做这个工作 还是怎么样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他老公 杨恒均和这个染香 严小亮 他们两个 看来这个道路 走的是不同啊 这个证件相差很大 证件相差很大呀 这个染香呢 和他老公 我不知道他俩是半路夫妻啊 还是原配夫妻啊 如果是原配夫妻 这么多年以来 这双方的证件 这么的不同的话 在家里面 应该是没烧打架吧 这么多年 谁也改变不了谁啊 也挺奇怪的啊 看来他两个是 特别极端的 两个极端 一个是拥护共产党的 一个是那么的反对共产党 这个染香怎么就没有 把他老公说服 如果你很有政治头脑的话 能不能给中国共产党 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 对不对 跟我昨天做的那个视频似的 我就说杨建立等哈 你要智商也挺高的 有政治抱负 又有政治能力哈 那你就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你是一个中国人啊 你老是把自己放到一个中国政府的对立面 而且呢 这个中国政府呢 现在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越来越多的像韩梅这样的转变看法的人 那盛雪都不是说吗 说这是一个韩梅现象 这个韩梅现象呢 其实呢也确实越来越广越来越广 你就看我的视频 下面留言的那些观众你就看到 这些都是自觉自愿的 不是像那些海外民运说的 哎我韩梅的频道里面聚集的都是五毛 都是更不像 有的那个偏执啊 神经病说的 说韩梅那个这些粉丝呢 都是共产党派来的 这是荒唐啊 你看看我那个频道里面 发声的那些留言的 都是有血有肉的呀 说到这个杨红军啊 真名叫杨军 他就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1月19日 携他的老婆孩子到中国的时候呢 在广州一下飞机 然后就被逮捕了 那等于说全家呢过年就没有过好 之后呢他 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说染香 去求澳大利亚政府啊 还是澳大利亚政府呢 主动的 因为他们看到呢 杨军他就是一个反共的 那西方这国家呢 他们一看反共的这些个人士呢 他们就特别喜欢 尤其是像杨军这样的 之前就还听起来是比较有名气了 听起来他的名气呢 要比那个染香 岩小亮呢 要更大一些 反正之前我是不知道了 看来呢 他的名气还是很大的 那那个澳大利亚政府呢 就一直在为他发声 一直在跟中国方面交涉吧 澳大利亚政府跟中国方面 为杨军进行交涉的所做的工作呢 应该说比加拿大政府 为他那两个老外做的工作 可能还更多一些 那他在8月23号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就正式的 对他进行了逮捕 正式的逮捕 就是暗游就都有了 在之前呢 就是扣留他进行调查 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在调查期间呢 是不允许他跟外界接触的 是不允许他聘请律师的 这是中国的法律程序了 就是这样 那正式立案之后 正式逮捕之后呢 他应该是有权利请律师 他在23号的时候呢 就被中国国安局正式逮捕 罪名的就是间谍罪 那今天是27号 被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就证实了这件事情 等于说就是官宣 他已经被逮捕 罪名呢 就是间谍罪 那这个间谍罪呢 不是很清楚 他都到中国搜集了 哪些个情报 有的人呢 还建议我 到中国的当地呢 采访一些人 这个事我不会干 我不会干这样的事 我不会采访任何一个人 为什么呢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如果你去采访别人的话 你一个什么身份呢 你一个记者啊 你如果以记者的身份 来采访别人的话 在中国你也照样是需要这个工作签证的 那我现在呢 我也没有工作签证 对吧 我肯定是不能去采访别人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 我如果在中国采访别人的话 有的时候呢 别人给我一点信息的什么的 万一这些信息里面 有敏感的东西 对吧 我可能是搜集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如果我没有注意到 结果呢 这里面还有敏感的东西 那要事后呢 这个事儿 如果是被中国政府 甭管是因为什么吧 他们要是注意到这件事儿 哇 你收集了 以这个那个的信息 收集了这个那个的材料 对吧 然后这些都有可能 给我惹来麻烦 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 叫什么 好奇害死猫啊 你一定不要太好奇 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无论什么事 你知道多了呀 不是有什么好事 我这人呢 从小到大有一个特点 我不爱打听 不爱打听 不爱管闲事 跟我无关的事 一般的来说呢 我不会去管 然后呢 跟我无关的一些个事情呢 我也不想知道 因为我的这个性格特点呢 一般的来说 我在任何一个人群当中 还都处关系 处的都比较好 有的时候呢 你甭管是在中国也好 还是在这个外国也好 我人都会分帮分派的 我老外你以为他们没有那个分帮分派吗 有 他们那个办公室文化更加的严重 办公室政治更加的严重 三个人一帮 五个人一伙 因为我呢 不喜欢去打听别人的事情 不喜欢去议论别人的事情 所以说呢 我一般的来说 不去参与任何一个帮 不去参与任何一个派 所以呢 我就不得罪任何一个人 无论是在中国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一般的来说呢 两方或者多方吧 都还认为我这个人还不错 因为我对任何人都无害 就好像现在呢 我做视频 来讲一些个时事啊 政治啊 然后我都是从这个国家层面 从大面上来说的 至于说海外民运那些是是非非啊 有的人甚至来攻击我啊 我都不理会的 我不会因为说别人说了我 几个方面的坏话 我也搜集搜集别人的那个材料 我也说他几个方面的坏话 回敬回敬 打打口水仗 这事我不干 我说说说有点跑题了 我怎么死活想不起来 我为什么这个话题跑到这来了 我觉得我这个话题里面呢 要说的事情就说完了 就跟大家报告了这么一个 半年以来悬案未决的一个案子吧 就是杨红军 杨军被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今天证实他已经于8月23日被中国国安正式逮捕 他的罪名就是间谍罪 至于说他的妻子冉香 前一阵子呢有一个谣言 说呢冉香也被捕了 后来冉香好像他自己亲自出来辟谣 说没有 我也不认为中国政府会逮捕冉香 据我所看到的材料呢 冉香是一个比我还更加支持中国共产党 好像是啊 不知道他比我更支持 还是我比他更支持 我不是很清楚 我对他也没有展开调查 也没有对他进行研究 所以说呢 共产党啊 还是拎得轻的 一码算一码 就算你们两个是夫妻 杨红军犯的事 不能算到冉香的头上 冉香说的好话 办的好事 也不能抵消杨红军 所做的那些个 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事 一码是一码 还蛮拎得轻的啊 这一点呢 为中国共产党点赞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